阿特摩读卡器 简单看一下结构 首先是正面 也就是插卡口 插不进去 当电磁房供电 产生磁力吸合 这个卡才能继续往里进 通过这颗马达 带动大轮 然后带动三组小轮 可以将卡吃进来 此时停靠在中间位置 然后这里还有个电磁房 这个电磁房吸合 会将卡针压下去 此时卡针对应上面的IC部分 读取信息 正常操作以后呢 它会把卡吐回去 此时你的卡呢就抽出来了 假如你操作失误呢 它就会把你的卡吞掉 被吞卡之后呢 你只能找客服了 这边就是传动齿轮 还有一颗小马达 驱动电路板 这里是逻辑电路板 马达控制板拿下 首先是一颗7812 一颗降压管 24V变12V 还有一颗7818 这个可以输出18V电压 然后是一些德州仪器的芯片 背面 看一下这颗大芯片 N-GOO-M2671 通过半导小芯查询呢 是一颗布局马达控制器 对应这一张脚背图 拿下逻辑板 上面有一些排线 这块板上面有电源部分 还有逻辑部分 两颗三响的芯片 东芝的 这个不认识 艾特梅尔的 还有一些德州仪器的逻辑芯片 帽子管 这里分别是24V输入 USB-B 7812 降压管 一些电感 电阻 小变压器 这一颗应该是存储芯片 被垫 读卡口拿下 塑料的前唇 里面还有这么多泪地呢 上面有一对红外接收发射管 可以检测前方是否有物体遮挡 然后一圈的补光灯 咱们点亮看一下 一半是黄色的 一半是红色 接下来是一颗微动开关 用来检测闸门的 然后是一颗刺头 这颗刺头和过去读磁带的差不多 用于读卡上的刺条 接下来是电磁开关 正常呢 卡门是关着的 通电 打开 24V电磁法 非常的有力 它的小闸门 里面磨损的痕迹非常大 这块板是做什么的呢 认识的朋友呢 欢迎留言 这颗马达上面呢 有一个丝杆 可以控制丝杆的上下 当它上升之后呢 会阻止卡板进入 即使卡通过了闸门 也会被它阻挡 当它下降以后呢 这个卡才可以继续前行 读卡口非常的复杂 这里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了 传动马达 里面有光杉 还有一张盘片 读卡器连接的一块小板 上面全是狗皮膏药 应该是加密的 控制卡针的电磁房 12V 通电以后呢 可以让卡针下压 一面磨损 和手机卡针相同 供电 复位 时钟 数据 空角 接地 里面还有一颗小电路板 上面四颗 LVD吗 然后还有一对刺头 磨得挺惨的 对于刚才的电路板呢 还有一张 相互对射 应该是检测卡位置的 最后里面还剩了三对导轮 上面有碳簧 可以起到压实的作用 本期拆解呢 就到这里 不需要装回去了 更多试玩拆解呢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